歡迎來到最終Larry King的生命 難得說話 第一拳的嗓音和招牌吊帶褲 主持節目超過一甲子的 美國知名主持人賴瑞金 本月二號因為染上新冠肺炎 住進洛杉磯醫院 二三號傳出病逝 享受87歲 我父親在九歲半年 我夢想在電視上 猶太裔的賴瑞金 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 從小夢想當廣播主持人 他從邁阿密電台基層做起 逐漸成為全美 最有影響力的主持人 曾在CNN主持訪談節目 長達35年 期間訪問過歷屆美國總統 和世界各國領袖 賴瑞金最常訪問的來賓 竟然是川普 甚至曾經讓川普 幫他主持過一次 我今天是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是一個很棒的 因為他是一個角色 但我從事總統 我從事總統沒有想到他 賴瑞金曾和七名女子 結過八次婚 其中最後一任妻子 和她結婚22年 但仍在二零一九年離婚 賴瑞金共有五名子女 但二零二零年 先是他六十五歲的兒子安迪 心臟病發作不治 接著是五十二歲的女兒 也因為肺癌過世 賴瑞金則在年底染上新冠肺炎 一月二號住院後 礙於規定 三個兒子也無法探視他 賴瑞金曾用這些話 來涵蓋自己的生命 我一直在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永遠不讓我下降 直到過世前 賴瑞金都還在呼嚕 以及今日俄羅斯頻道主持節目 這位永遠的主持人 如今終於放下麥克風 記者會珠 綜合報導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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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成蛋